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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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首先听听第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有李小姐 李小姐 你好 喂 李小姐 我早两天23,300元 阿龙你都说过这个位买红的了 那天又有人叫我不要买 又说买牛 那又没有买到 那我想问现在呢 她的行资还没有反弹 想回什么位置我可以买红的 还是现在买的 因为我觉得她 现在买的我有个朋友又说她太贵了 又说不直播 但是我觉得她的市 因为她上次来这个位置 她有点弹就立即弹 但是她在低位陪回 她又好像不太好 那如果下跌是否只是直播两百点左右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意见 我就是想知道她不知道有没有一弹 好啊 问大使了 恒指最深败22,753点 跌54点 跌幅0.24% 这些位置如果再买红 还直播空间大不大呢 这些位置我不会建议买牛去薄反弹 因为市况是弱的 而这个弱势我觉得都会维持 记住一段可能一个星期的时间都不出奇 因为始终在说 第一方面 美国大选都可能下个星期才会有结果 有结果之前 市场的官网气氛都比较审慎 甚至这些相关的消息 都会左右大肆去向 其实现阶段基本上 美国大选 无论两个讯通哪一个胜出都好 市场的看法都是比较悲观的 所以这些位置 你要博市况 再进一步下调 直播率 我觉得都是吸引 但当年说的 现阶段都在见个月来新低 甚至说这个月来 都是一些比较低的水平 这些位置买红一定是贵的 但我觉得后市的反弹空间 就不会太大 最理想固然 比你如果反弹到23000点这些位置买 直播率会比较吸引 但再看市况上 现阶段好像连弹都弹不起 如果你看另外两个技术指标 RSI反映到40水平 40水平反映到什么 就是说下跌动力 都仍然是比较明显的 但另一方面就是说市况 其实未至于持有一个非常严重超买的状况 另外一个技术指标 STC也看到 基本上未有发出一个明显的买入信号 所以这些位置是去博反弹 直播率反而不是太吸引 甚至反映了些什么 就是说后市来说 反弹空间不是太大 所以如果你要去买红 我觉得上升到22800这些位置 就可以去买 在22800这些位置看淡 至于暂时来说 第一个目标 我会看一条100天线 大约是看22400、22300这些水平 好,不介意 李小姐还有其他的股票问题? 22800啊? 阿龙你帮我看一只60142 如果22800那些位置 是不是0.130那些位置买呢? 嗯,好啊 我看回你说这个行使价 即是说红的回收价 24188这些位置 所以你说现在现阶段来说 市房反弹多50点左右 即是说跌幅有所收窄 可能和昨天的收市价 差不多 即是回到一毫三 一毫四千左右这些水平 所以你说这些是红证的话 其实如果你说 都是做一些部署 在这些水平去吸纳 如果这些回收价 不是太近 24200这些水平的回收价的红证 其实我觉得都不差这些价位 这些位置去买都没什么问题的 嗯,好啊 那李小姐还有没有股份的问题想问? 如果它再跌 不是,如果它再升 就是再加注 嗯,是的 其实我觉得 你始终说如果它加注 即是你说市房夹多一点 上到23000这些位置加注 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的 嗯,好啊 李小姐有没有其他股份问题? 他23000买的 但是真的有没有机会上23000呢? 其实上23000 真的未必说没可能 始终说现阶段的指数 都22700 22700这些水平 反弹多8-200点 机会性都仍然是大 但是始终 你说整个后市的看法上面 都是比较审慎 所以你说,如果你要买红证 你分着去买这些位置 买了这些位置 23000点这些位置再加注 都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你始终要留意 市场的消息层面上 变化会非常之大 除非真的见到 美国总统大选明朗化等等 这些消息出现了 或者见到这些势头 否则的话 暂时来说的确有条件 继续继续谈 好啊,谢谢 李小姐的电话 接下来和Anno 看看电邮 陈生有三个股票问题 第一个有117日 煤炭股 显州煤出生股价5.85 股价偏远 没有快手 现在可不可以部署一下 我觉得煤炭股这些位置 我未必再建议去博 之前我见到煤炭价格 都反弹了一段 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其实都反弹了不少 去到这些位置 准一步反弹的空间 相对地有限 所以这些煤炭股 反而短期后市来说 可能会做个调整消化 都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这些位置 其实风险相对地比较大 因为你看看整个报表 从8月份 可能是4.3 这些低位开始升上来 去到近期的高位 6.4多这些水平 累积的升幅差不多 差不多接近五成 所以这些位置 一旦出现调整 股价都跌出了10天、20天线 短期来说 如果再穿5.7这些支持位 调整幅度深一点 甚至试试50天线 5.3这些水平 都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暂时来说 我会建议先曝观望态度 因为都担心股价仍有机会 跌出5.7这些支持位 第二只股份有1299邮邦 最新股价48元股价靠稳 今天错过一个月新低 低件事17.5毫半 陈先生想问 看到跌了这么多 如果跌了 现在跌好了 可否入货 邮邦跌 大家都很明白 因素就是说 银联系限制内地客 来香港买相关的投资保单 等等这些相关的因素 而影响性可大可小 短期来说 一定会有影响在 始终大部分内地客 虽然研究段 可以用Visa Master 这些信用卡 去签这些保单 但始终大部分内地客 基本上都一直以来 是用银联卡为主 一时三刻 很难改变这个习惯 所以短期来说 有帮个业绩点 都可能会有机会受到影响 而且在说 影响可能会相对比较大 所以股价短期来说 调整的机会 都会仍然比较大 所以这些位置 不建议立即去反弹 如果从图表走势上面看 这几天见到 有帮股价的跌势 都仍然未能揣定 而最重要的是 你看到技术支持上面 其实股价都一度 试过跌穿了 8月份的横行区间底部 如果正式跌穿 47.8这些位置之后 我想后市来说 股价调整幅度 仍然有机会深一点 下一个支持位 可能会落到 45元以下这些水平 所以暂时来说 有帮我建议先报观望态度 看看后市会否跌穿 这个支持位 如果穿完这个支持位之后 下一个支持位 我会建议留意 大约是六月份的低位 即是44.5元 45元这些水平 还有一只股份 883 有海友最新股价 9个 8.3股价是偏远的 陈生想问 美国总统大选 对油价的影响有大不大 美国总统大选对油价的影响 不会太大 但见到883近期来说 跌得比较明显 主要原因就是 之前在9月底这段时间 市场冲敬OPEC 就是说油组方面 能够达成一个冻产 或者未来减产的共识 而达成完这个共识之后 有机会可以和俄罗斯进行谈判 令到俄罗斯这些非油组 都加入冻产减产的相关的提議上面 虽然你说减产的幅度不少 但只要能够达到这些协议 对油价有个帮助 始终可以舒缓全球原油供应过程 这些相关的问题 但近期来说跌了这么多 主要原因是 因为市场认为 油组能够达成这个共识 其实机会可能有个变数 甚至未必太大 所以短期来说 如果未见到消息明朗化 油股或者油价 都可能后市会做个调整 所以留意 从技术走势上 883都跌穿了50天 短期来说 我觉得比较大机会 会试回9.5以下这些水平 所以如果真的要考虑去博反弹 我会建议到9.3这些位置才去买入 在9.3这些位置 我觉得可以有条件去博反弹 以8.8作为一个止泄位 后市的反弹目标 暂时我会看回到20天线 10.3这些位置 好 谢谢我长迅的分析 最后再跟随南筹股的最新造价 回项是偏远步57.3 中移动跌1% 86.75 建刊跌1% 5.58 公刊是偏远步4.61 中刊跌幅超过1% 3.4 港交所跌1元 步202元 国售跌2元 4先步19元 幼邦跌2元 5先步47.7 同上跌2.4 步202元 金沙中国跌1元 步33.25 卓华跌8元 5先步95元 新农基地产跌1.1 步116.2 九龙庄跌8元 步58.2 中国海外跌5先 步23.7 华阳之地跌3元 4先步18.8 三头全面向下海 有系步9.6 3 中石游步5.25 中石化步5.6 坤红能源系 靠稳升幅超过1% 步5.86 神华方面跌幅3% 16.54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Anno做回申报 刚才提及过的股份 或者指数相关资产 你有没有持有? 有没有持有 带上你非常详尽的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会 好久待在哪 好久待在那